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美国中文电台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3年9月7号星期四 我是主持人萧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加州加大力度打击边境芬太尼走私 旧金山将获1100万联邦资金预防用药过渡 上周首身失业救济人数降至7个月来最低水平 民调显示拜登不敌5位共和党参选人 海力领先最多 在岸人民币收报7.3279对1美元 创下近16年来的新敌 微软称中国涉嫌在社交媒体上使用人工智能来影响美国选民 南韩总统尹熙悦与中国总理李强会面 希望朝核问题不会成为韩中关系的绊脚石 泰国巴迪亚知名旅游景点四方水上市场发生严重火灾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万区新闻 本台记者陈永青 9月7号就金山报道 在加州10亿美元投资解决分泰尼和阿片类药物危机的基础上 州长纽森7号宣布 他将在美墨边境的四个美国入境口岸 将加州国民警卫队人员的部署从40人增加到60名士兵 增幅为50% 以支持拦截包括分泰尼在内的非法药物 州长的扩援使加州国民警卫队能够进一步支持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毒品搜查行动 包括用于检测毒品运输车辆的X射线系统 据国土安全部称 大部分分泰尼是由美国公民在入境口岸走私进入美国的 而不是寻求庇护的移民 本台记者陈永青 9月7号旧金山报道 6号旧金山市长布里德宣布 根据过量数据行动计划 旧金山已被选中 在五年内每年从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 获得225万美元的拨款 向旧金山公共卫生部提供的拨款 向旧金山公共卫生部提供的赠款 将有助于加强使药物过量预防工作 并减少于药物过量相关的危害 非法药物供应中 使用分泰尼已导致旧金山和全国因服药过量死亡的人数达到危机水平 首席法医办公室截止7月份的初步数据显示 市日大约80%的药物过量涉及分泰尼 非裔美国人占死亡人数30%以上 尽管他们只占该市人口的不到6% 本台记者陈永清 9月7号旧金山综合报道 据ABC7号台新闻消息 共享车公司Lift的大多数员工正在重返办公室 首席执行官李舍表示 人际关系很重要 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也很重要 周三6号这一整天 Lift旧金山总部都充满了音乐和庆祝活动 欢迎员工回来 现在居住在总部 30英里范围内的任何人都必须返回办公室 约70%的员工每周要在一起工作 三天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劳工部周四报告称 上周首次申请失业救济金的美国人数量 降至近七个月来最低的水平 截止9月2号当周 首身失业救济人数为21.6万人 相比上一周减少1.3万人 这是今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 首身失业救济的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周全美裁员情况 表明除了今年初科技行业所进行的一些裁员之外 大多数的企业都在努力留住自己的员工 CNN周四公布的一项最新民意调查显示 拜登的支持率仅为39% 而在年初有45%的支持率 调查发现海力以49%比43%的支持率领先拜登 然而海力在共和党初选选民的民意调查中 远远落后于特朗普 这凸显了他所面临的困难 而且其他几位共和党参选人小福领先于拜登 拜登在民意调查中落后于7名共和党参选人中的5名 一项新的民意调查发现 大多数人支持对75岁以上的民选官员进行强制测试 以确定他们的精神状况适合履职 76%的人强烈或部分支持对民选官员进行某种形式的测试 反对进行测试的人则为13% 11%的人表示他们不确定 84%的共和党人和70%的民主党人表示他们赞成测试 最近有关民选官员的年龄和健康状况引发了热议 拜登现年80岁将于11月迎来81岁生日 沃尔玛公司周四宣布降低一些新员工的起薪 但继续致力于给现有员工加薪 发言人表示新的工资改革给大约5万名现有员工提高工资 这些员工的工资低于公司在某些工作类别中采用的新的最低标准 此外沃尔玛还将给全职和兼职员工报销学费 沃尔玛是全美最大的私营部门雇主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 我是萧芳 下面继续来了解中国新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7号出席东亚峰会 他表示近几十年来 东亚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把握住时代机遇 坚定走上开放发展合作共赢 促成为促进世界发展的重要引擎 他们深知发展之不易 开放之必要和平之珍贵 也切身体会到团结则新分裂则衰的道理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7号批评美国代表 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东亚峰会上 就台湾南海等问题对中方进行无理指责 中方坚决反对绝不接受 已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 发言人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 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纵容 才是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 要真正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就必须坚决反对台独 发言人还说 中方一贯反对个别域外国家 在南海制造事端挑动对抗 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此前有报道说 中国拒绝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 关于福岛核污染水排海的国际监测机制 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7号说 报道内容是虚假信息 事实是日方委托国际原子能机构秘书处 对日方自己采集的核污染水样本 进行过一次分析和实验室对比 但中方并未受邀参加 发言人说 迄今福岛核污染水数据 都是日方自行采样检测和发布 作为被监督者的日方充当起监测者 这样的数据当然无法获得国际社会信任 发言人又说 中方并不拒绝对话 已明确提出应建立长期有效的国际监测机制 日方应首先展现解决邻国合理关切的诚意 而不将自身检测结果强加于人 因北韩劳动党和政府邀请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国中 将率领中国党政代表团 8号起出席北韩国庆75周年庆祝活动 并访问北韩 韩国政府官员分析称 中方代表团较此前降低规格 可能是对韩美日加强合作有所顾忌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7号在亚加达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内赛会面 李强说 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又希望澳方对中国企业在澳投资经营 采取客观公正态度 阿尔巴内赛会后宣布 接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 今年内访华 在岸人民币7号报收 在岸人民币7号收报7.3279对1美元 较6号收市跌195点子 创近16年来的新低 交易员表示美元指数维持强劲 加上房地产利好政策出台后 市场情绪上算稳定 都令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 中国人民银行7号公布 截止8月底官方外汇储备3.16万亿美元 按月减少近442亿元 跌幅近1.4% 是半年来最大单月跌幅 同日香港金融管理局也公布 香港8月底的官方外汇储备资产 4184亿美元 比7月底减少了32亿美元 中国7号表示 已有90个国家确认出席 10月份在北京举行的 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据官方媒体报道 预计多位外国领导人将出席 包括塞尔维亚总统伍契奇奇 和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计划于10月份访问中国 并参加此论坛 中国早先说 过去10年一带一路合作项目已达3000多个 带动投资近1万亿美元 批评者则认为 一带一路是中国扩大地缘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工具 本台消息针对日本向世贸组织提交书面文件 称中方的进口管制措施完全不可接受 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 7号称中方始终支持以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 按照WTO规则行事 日方应反攻自行 立即停止向全球转嫁和污染风险 香港工党李卓人等人 2020年五一劳动节以四人一组游行到政府总部外 请愿被裁定违反限聚令 参与受禁群组聚集罪成立 判求14天缓刑一年半 李卓人等四人4号申请终极上诉许可被拒 香港终审法院7号颁布书面理由指出 限聚令在今年3月31号起失效已成为一纸空文 权势规律已完全没有意义 也不设重大广泛的重要性 日后有其他疫情出现 也未必会颁布同样的紧急规律 认为终审法院没有必要就该规律做诠释 微软研究人员7号表示 他们发现了一个由中国控制的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组成的网络 试图利用人工智能影响美国选民 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当天表示 有关中国利用人工智能创建虚假社交媒体账户的指控 充满偏见和恶意猜测 中国主张安全使用人工智能 微软发言人告诉媒体 该公司的研究人员使用了多方面归因模型 该模型依赖于技术证据 行为证据和情境证据 微软表示该活动于今年3月左右开始 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 用英语创建带有政治色彩的内容 并模仿美国选民 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继英国3月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平油弹后 美国国防部6号宣布将向乌克兰运送平油弹 对此俄罗斯严厉警告称 美国此举实际上是犯罪行为 俄副外长李亚布科夫7号表示 美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平油弹 不仅是使局势升级的步骤 也反映了美国对使用这种弹药 对环境造成的影响的公然藐视 南韩总统尹锡悦 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 7号在雅加达举行会谈 据韩联社报道 尹锡悦提出希望中国能在北韩和问题方面 认真发挥负责任作用 希望问题不会成为韩中关系的绊脚石 尹锡悦说 北韩和问题越是恶化 韩美日就越会加强合作 希望中方能为韩中日领导人会议 尽快在南韩举行提供配合 李强则回应称将积极响应 据新华社报道 李强指出 中方一贯支持朝鲜半岛 南北双方推进和解合作 维护半岛和平稳定 将继续致力于劝和促谈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 7号表示 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影响东南亚 影响民众生活 以及地区与其合作伙伴的关系 面对挑战 东盟将继续努力保持开放和包容 所有外部各方因为区内稳定和发展 作出贡献 李显龙当天在东亚峰会上表示 食品能源和化肥价格上涨 以及崭新和关键技术合作 设限都影响地缘政治 供应链脱钩正在导致世界更加分裂 削弱繁荣和和平 他强调东亚峰会是地区唯一 汇聚所有大国领导人的论坛 从而成为地区稳定的重要贡献者 在困难时期找到共通点 并发出可信的声音尤其重要 日本时事通信社7号报道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说 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 第二批排放预计最快本月底开始 东京电力公司说 第一批排放入海的总计7800吨 截止本月6号已排放6100吨 预计将于本月10号下午全部排出 随后将使用工业用水冲洗排海相关设备 以清理残留在设备中的核污染水 据多家媒体报道 俄罗斯国防部网站上 已经没有俄空天军总司令 俄队乌特别军事行动区域联合部队 副总指挥苏罗维金的相关信息 据生意人报网站报道 俄国防部网站上 已经没有空天军领导层有关信息 但是有俄罗斯其他军种领导层的信息 报道还称 在俄国防部网站 关于俄军各军种总司令信息的网页上 也没有苏罗维金有关信息 有消息人士称 苏罗维金已被解除俄空天军总司令的职务 不过俄罗斯官方尚未证实这一消息 当地时间7号晚上8点左右 泰国巴地亚知名旅游景点 四方水上市场发生严重火灾 火势迅速蔓延 截止当地时间21号的21时40分 火势已得到控制 消防部门出动20多辆消防车将火扑灭后 仍持续喷水以防止火势再次爆发 目前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 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 当地时间6号颁布法令 宣布解散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据苏丹论坛报的消息 苏丹主权委员会6号发表声明称 苏丹快速支援部队犯下了 叛国侵犯公民权利及蓄意破坏基础设施的罪行 针对其的解散法令即可生效 另据报道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发表声明 宣布对苏丹快速支援部队 两名高级指挥官实施制裁 理由是快速支援部队 与多起侵犯人权事件有关联 加鹏过渡总统恩归马将军 齐浩任命雷蒙德恩东西马为总理 西马是经济学家 也是一周前被军方推翻的总统邦哥的强硬对手 西马今年68岁 曾于2012年到2014年担任邦哥政府首脑 但后来辞职 他多年来指责邦哥治理国家不善 泰国开泰研究中心7号发布的报告称 2023年下半年 厄尔尼诺现象加剧将对重要农作物造成损失 包括水稻、木薯、玉米、油棕和水果等 预计损失总值约为480亿泰铢 约7亿美元 其中稻米方面的损失最大 约占农业部门损失总值的80% 泰国是全球第二大大米出口国 稻米减产将对国际大米市场产生影响 当地时间7号 巴西南部南里奥格朗德州政府确认 从上周末以来的持续袭击该州的暴雨 已造成39人遇难 目前仍有9人失踪 6000余人无家可归或流离失所 政府派出的救援队伍已在该州79个受灾城市 救出2700多人 当天国家气象研究所针对该州 发布了更多风暴和洪水警报 此外暴雨还在于该州相邻的圣卡塔琳纳州 造成一人死亡 法国铁路公司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今年夏天法国的铁路主干线的客运量达2400万人次 创下新纪录 法国人长期以来在夏天外出度假时大都搭乘火车 虽然许多民众觉得车票太贵或列车经常晚点等法国火车长期以来存在不佳形象 但法国人如今外出度假似乎正在回归铁路旅行方式 今天节目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下跌14.34点 跌幅0.32% 报收4451.14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57.54点 涨幅0.17% 报收34500.73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123.64点 跌幅0.89% 网收13748.83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车到节目 由小方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道打� både 会论增加热ノ аютс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